牛排最早来源于欧洲中世纪 猪肉及羊肉是平民百姓的食用肉 牛肉则是王宫贵族们的高级肉品 尊贵的牛肉被他们搭配上了 当时也是享有尊贵身份的胡椒及香辛料一起烹调 并在特殊场合中供应 以当显主人的尊贵身份 牛肉中富含丰富蛋白质 而鸡酸组成比猪肉更能贴近人体的需要 能提高肌体抗病能力 对生长发育急速后 病后调养的人在补充失血 修复组织等方面特别适宜 牛排配红酒最实经典 将红酒的香气融入到牛排中 更使得牛肉的肉质香滑美味 超级好吃 学好这道菜以后就不一定要许西餐厅红酒配牛排了 自己在家也照样可以很浪漫 准备所需材料 牛排放在保鲜袋里将牛排锤打断筋 撒些黑胡椒粉在牛排两面 再涂上黄油、食盐、胡椒粉、五姜粉 拌磨一下 腌制30分钟左右 放入预热好的WESTING HOUSE CUWTOPC2801蒸汽烤箱中 选择上下烘烤模式 中层200摄氏度 三分钟 放入预热好的WESTING HOUSE CUWTOPC2801蒸汽烤箱中 选择上下烘烤模式 中层200摄氏度 三分钟 放入WESTING HOUSE CUWTOPC2801蒸汽烤箱中 选择上下烘烤模式 中层200摄氏度 五分钟 红酒配牛排 成品完成啦 三分钟